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星期一的卵政直击 我是朱明亮 看回港股方面 港股上周五就有轻微的回吐 但是整个周仍然保持上升 今天回来恒新指数就是低开高走的 恒指仍然守得着20天移动平均线 在腾讯的带动之下 早段波幅开始逐步扩大一点点 现在指数围绕着26,000点上落 看回街货方面 红正街货分布牛镇重货区 在25,500点至25,600点之间 不过街货相对减少在这个区域上比较多 主要原因是上周五指数回落 采取一些比较保守的策略 所以在25,500点之下 反而看到一些牛镇的加仓 至于红正方面 贴价红正区域集中在26,400点至26,600点 这都是一个比较重仓的区域 如果你看好恒指 持续反弹 考虑到目前恒新指数的引伸波幅 仍然处于近期低位 建议可以留意 仍然处于红正区域集中在22,940点 22,940点的行使价是27,000点 实际杠杆有11.6倍 兑换比率是9,000对1的 明年1月底到期 看淡的话 如果想在高位做一些淡仓 可以留意发兴行使应估症25,180点 25,180点的行使价是24,000点 明年3月底到期的坡率 实际杠杠杆有8.1倍 兑换比率是8,000对1 看过股 腾讯始终多资金关注 今天一度的升幅 也有超过3% 从上500元的关口 而500元刚好 就是50天移动平均线 如果看好腾讯 继续可以向上冲 可以留意 目前就是腾讯的认购证 18111 发兴腾讯认购证18111 行使价595.5 今年12月底到期 实际杠杠杆也有8.8倍 另一种让大家参考的产品 就是平保 平保的股价 早前也创超过4年的低位 60元位置附近 看到短暂的支持 并且走势上阳足也比较多 博平保持续反弹 可留意 发兴平保认购证25,007 25007的行使價是72.5 明年3月底到期 實際槓桿有7.4倍 而25007的換股比率是10對1 以上就是今日的冷靜直擊